慢生活 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近日 知名演员丽威廉在社交网上晒出一家合照 大秀家庭幸福 她年轻的状态以及混血女儿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在近照中 丽威廉身穿一件蓝色衬衫 打扮休闲日常 她的母亲和女儿都穿着彩色花裙子 丽威廉六岁的女儿罕见露面 引起网友热议 只是这一家人 肤色色差很明显 丽威廉的母亲很实白皙 但她的女儿皮肤有黑 不像混血儿 为了庆祝老母亲的81岁生日 丽威廉特意抽出时间陪妈妈和女儿 丽威廉的妻子Jossie还亲手制作了一个榴莲千层蛋糕 但在家庭合照中 丽威廉的这位圈外妻子并没有公开露面 反倒是丽威廉以及她的母亲以及女儿共同出镜 从丽威廉晒出的家庭合照中可以看出 她目前有着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既有娇妻爱女陪伴 又有身体康健的老母亲可以孝顺 丽威廉晒出这组近照之后 她的状态引起大家的热议 因为44岁的丽威廉看起来和20年出道的样子相比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贵公子的样子 据悉 丽威廉是四国混血出身 她的妈妈是新加坡人 爷爷是英国人 奶奶是日得混血 她的外形中和了东西方的优点 个子很高 五官立体 早年 丽威廉曾在很多电视剧里出演男主角 包括《天国的嫁衣》 《放羊的星星》 《绿光森林》等偶像剧 而且由于丽威廉贵气的形象 她常常饰演富二代类型的角色 在转型期间 丽威廉还和严妮合作出演了张小五的《春天》 丽威廉2014年与相恋八年的圈外女友Jossie领证 婚纳照曝光后 新娘被赞很漂亮 神似惊喜善 婚后一年 丽威廉和老婆有了一个女儿 她就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家庭生活上 再加上丽威廉外形导致西路受阻 资源不多的她几乎淡出了影视圈 说到台湾偶像剧男主角 很多人应该都会提到明道 贺君祥 郑元昌等耳熟能详的台湾男性 但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位 她不是台湾籍的演员 却出演了不少的经典台湾偶像剧 是很多80后 90后记忆中的儿时男神 你可能会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说起她出演的《天国的嫁衣》 《绿光森林》《放羊的星星》等电视剧 应该不少人都有听说过或者看过 她就是台湾偶像剧王子丽威廉 丽威廉是一个新加坡籍的四国混血儿 她的童年过得很不幸 在她才五岁的时候 父亲就抛弃弃子 离家出走 留下她与哥哥 母亲三人相依为命 为了维持生计 母亲不得不打几份工作 在13岁时 她就出来打零工补贴家用 期间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之后在家里人的鼓励下 她参加了新加坡先生南模选拔大赛 最后获得了总冠军 成为了当时新加坡的人气名模 在之后她来到台湾发展 不久就转行成为了演员 很多内地的朋友认识她 应该都是从内部天国的嫁衣开始的 这是她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她在里面出演男主角 而后来的偶像剧天王明道 当时则在里面出演男二号 可以说当时她在演艺圈出道的起点非常高 在这部电视剧中 她饰演英挺自信 冷凹不凡的富二代陆子浩 与甜心教主王心灵饰演的男主角陶爱卿 在法国相遇后发展出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2004年天国的嫁衣这部剧播出之后 不仅在台湾地区收获超高的收视 后面被大陆引进之后 同样收视不俗 同时因为剧中主演都是俊男美女 所以当时的话题度很高 连带着剧中的几位重要演员也人气高涨 而首次出演电视剧的利威廉 也因此一举成名 因为在这部剧中饰演的富家公子形象深入人心 再加上她本人自带贵族气质 外形条件优越 所以之后很多影视剧都邀请她出演这类型的角色 在另一部经典偶像剧《绿光森林》中 她饰演拥有四国混血的豪门贵族子弟 威廉史宾赛 她深情 专情 为了找到儿时认识的女孩苏菲而费尽心思 而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在这部剧中饰演男二号的 同样是后面成为台湾偶像剧标志性人物的阮金天 这部剧在播出后获得的反响不亚于天国的嫁衣 在大陆地区也非常有名 前段时间曾传出这部剧要进行翻拍 很多这部剧的老剧迷都表示了反对 认为这会毁了自己的童年记忆 还请各大导演与制作方高抬归手呢 当时一连主演了两部大热偶像剧 让丽威廉的人气与知名度到达高峰 成为了众多女性粉丝心目中的男神 而在她的众多女性粉丝中 有一位却引起了她的注意 该粉丝是圈外人 而且年龄比她还大 却对她猛追不舍 经常出现在她面前表达爱意 最终她抵挡不住这波爱情的攻势 同意了两人试着交往 当时女方是她的初恋 最后她却陷进了爱情里 没过多久 她就因为新加坡的征兵制 被迫入伍服兵役 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入伍不久之后 在当兵期间 女友却向她提出了分手 理由是 她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 这件事让她感到非常的难过 一向对感情特别认真负责的她 不惜下跪 求对方不要离开 而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 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在与女友分开后 丽威廉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 除了在感情方面受到了创伤之外 在退伍之后 她的人气也下滑了很多 主演的影视作品反响也不如预期 最后还在放羊的星星这部剧里担任男三号 这给她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落差 虽然该剧播出后反响很好 但毕竟不是主角 所以对她的演艺事业发展加成不大 从那以后 她就再也没有出演过 存在感高一点的影视作品了 后来经朋友的介绍 她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Josie 李乐施 两人在交往了八年之后 于2014年4月举行了婚礼 在不久之后 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是一个可爱的女儿 在成为人妇之后 李威廉几乎暂停了一切的演艺工作 专心在家中陪伴孩子 现在她就是处于半隐退的状态 时隔很久才接演一部影视剧 在工作期间 基本都会带着老婆与女儿 一家三口 现在生活的还是很甜蜜 随着女儿逐渐长大 她也会经常带女儿出国玩 以弥补自己儿时 因为经济受限而无法出国的遗憾 如今的李威廉是一个十足的女儿奴 一切工作与生活 基本都围着女儿转 虽然现在人气与知名度都大不如前 李威廉纪念作品不多了 但不可否认 她是个人生赢家 祝福了 期待能快点看到她的新作品 有些人生赢家